海浪打到岸上 透漱藍色的围光 这可不是电影特效 而是真实发生的 这就是马祖的奇景蓝眼泪 夜晚中海岸线 曝光零零蓝光闪闪 就像目镜一样华丽 15号晚上蓝眼泪意外爆亮 不只在地相亲的个人脸书 还有不少旅游粉丝团 全都被蓝眼泪的照片洗版 这因为到海边想看 还不一定看得到 得碰运气 在海边看不到蓝眼泪没关系 在北海坑道保证能够近距离 一堵精彩的蓝眼泪 首先换上旧生意之后 我们赶紧来搭船 游客脸上挂满笑意 怀抱着期待的心情 隐秘的洞穴四面都是岩壁 底下是沉浸的水面 一艘又一艘的小扁舟 缓缓滑向坑道中 可以看到我们搭着小船 我手上拿的这是什么呢 是拿来泼水的 因为要看到蓝眼泪 必须把这个放到水上 然后往外拖 记者实地体验 在没有光害的情况下 拿泼水板拨弄水面 激起了涟漪发出光亮 洞穴顶端的水滴 一滴到水中 犹如浩瀚的银河星空 像那个天女扇花一样 那个星光点点 真的不可思议 我第一次看到 我发现这个蓝眼泪 真的是如梦如幻 好像仙女胖一样的感觉 电影少年拍的奇幻漂流 主角在黑夜中望着海面上 发亮的荧光 这一幕绝美画面 激似蓝眼泪 让马祖蓝眼泪生命大灶 还被CNN评选为世界十五大美景之一 每年四到九月是最佳的观赏期 不过您是不是很好奇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奇幻美景呢 其实蓝眼泪它本身是一种 是一种藻类 那它我们称它叫做夜光藻 因为它身体里面含有一种东西 叫做荧光树霉 那经过海水的波动的扰动 经过刺激 所以它本身就会发出那种亮度来 马祖的自然景色蓝眼泪 仿佛将人拉近了另一个梦幻 弧度来会被许多国内外旅人 视为一辈子一定要亲眼目睹过的美景 感谢观看